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视觉化呈现 那透过Power BI的工具来去呈现这些统计图表 然后视觉化看到内容之后 我们再知道说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像例如说我们还是要回归回来去介绍 所谓的一个登革热这个数据的分析 对不对 好那各位其实应该不难去想象 我刚刚做完的内容呢 我已经放在网路上 我已经放在网路上 就是如果说如果说你要取得这个资料的话 你只要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到https冒号斜线斜线go.jl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BI工具 这个是昨天日起这个课程的成定观摩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登革热的资料 好我是在介绍这个登革热 然后其实里面只做完两张资料表的关联 好那接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咯 好我就开始打开我这个资料 我们接下来我要分析什么 我要分析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你有没有观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登革热的资料 登革热的资料打开来 你去看哦 如果它是数值性的资料 它前面都会有C个嘛 对不对 登革热的资料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是数值性的资料 登革热的资料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是数值性的资料 就是确定病例数 那请问那我在分析 当然就是以这个登革热确定病例数来分析 对吧 请问你觉得会分析居住县市吗 当然不会 我要也是分析居住县市的各县市 登革热确定发生数 对吧 所以重点是在分析这个 所以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今天要去分析资料的时候 你就去看你有几栏数值资料 然后它衍生出来的分析是什么 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在公卫公共卫生 他们关心的就是像例如说 各年 登革热发生 对不对 男女别发生情形 还有什么年龄别 这里面有没有年龄资料 没有 我也可以把它创造出来 您看一下这边有年龄层 对吧 各年龄别 这也是我们关切的重点 这样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说假设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 我发现 18岁以下 这个登革热的病例数有增加 那我这时候的做法 跟65岁以上 登革热的这个发生有增加 我是不是政策上都不太一样 例如说 例如说我18岁以下 那我是不是要进校园来去做宣传 做宣导 对不对 那如果65岁以上的话 你觉得要怎么做宣导 老人健康检查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如果说大部分发现都是65岁以上 那你政策去学校做宣导 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 登革热到底好发生在 几岁这个族群 那你是不是全部都做宣导 对不对 那不是更糟糕 这样听得懂 我现在做一种 所以我建议 我建议我的政界 下届总统候选人 我的政界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之前 我们先做大数据分析 你觉得这样政界好不好 还不错吧 至少我知道那个对象是谁 我再去那个族群来去做一些宣导 好 我看你们表情就知道都不会投我一票的 好了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我就先算 各年登革热发生 各年登革热发生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做各年登革热的发生呢 其实我希望说你回去的时候 你也去思考一下 你现在手头上 例如说拿到的是 入出镜好了 入镜资料 入镜资料 那请问你 一个人就是入镜数 就是一 对不对 你拿到类似这个 只是不是登革热的资料 是入镜的资料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去算什么 各年入镜的人数 然后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对吧 年龄别 年龄别也很重要啊 这样可以了解 那我只是觉得说 这都是应该要算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各年 各年登革热发生数 好 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在报表这边 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然后点选什么 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资料 从1998年开始到2019 你用折线图是可以的 但是也可以用群组直条图 建议是用折线图 建议是用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选到群组直条图之后 我是不是要算各年 各年的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各年你就要找一个日期单位 找什么单位 找哪一个 发病日 通报日 还有什么是跟 没有了 你觉得要用发病日 还是通报日 发病日比较早一点 对不对 好 那我建议各位 你到时候要去说明说 我的这个登革热的分析 是以发病日期来当计算的依据 好 所以点选发病日 然后接下来 在勾选什么 登革热的确定病例数 他就会自动把这个数值 放到值这边 起完是不是就算完了 你觉得你今天看到这件事情 你的感想会是什么 应该大家都一致吧 有没有看到 20这一年 跟这一年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登革热 登革热特别多 对不对 这不用你的主管问 你都必须要问 所以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滑鼠右键点他去做分析 对不对 他就会说 是在哪一个地区 你总要知道 那个问题所在 哪一个地区 然后是哪一个县市 哪一个乡镇 是不是他都会帮你做分析了 有听懂吗 这张图很简单 这本来就是你会的 你不要上了大数据分析 之后连这张图都不会画 不可能 对不对 好 之所以我不喜欢用折线图 是因为他没有自动分析 可是直条图有 而且你在这边 你是不是要用滑鼠右键点他 然后去做分析 可以吧 你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值是多少 因为你在意的应该是发生现象 你发现这个现象 然后接下来 然后怎么解决这个现象 你要怎么解释 好 这张图会不会画 第一件是做什么 空白 先打开一个视觉号报表 空白的地方 顶着 然后第二件事 藏雕图 第三件事 勾什么 发病日 第四件事 劝地迷迷迷处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换你们动手做 就是我觉得 你们应该不用刻意在 一什么二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程序 我真的不骗你 做久了 你就会知道 我真的不骗你 接下来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资料的什么来做分析 例如说性别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 就是说性别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当然会想要去看这个灯格热 像蚊子蚊子喜欢叮男生还是喜欢叮女生 你猜 男生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生 男生体温高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答案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有标在这个地方 有标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选 选什么 例如说 因为通常在这个地方 只有男生跟女生 所以你可能会用那个圆形图呈现 我一直不想叫圆形图 是因为说圆形图它有先天的缺点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 还是用群组直条图来去讲解 那因为我只要看男生 女生 所以这边是不是性别 性别 性别这里面就只有两个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再勾 确定病例数 然后这个是女生 这个是男生 对吧 好 别急 然后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确定病例数 改成什么 改成用总计百分比 其实总计百分比它就是什么 就是圆形图的概念 真的就是圆形图的概念 你这样看 你觉得男生女生其实是差不多的 可以吗 好 然后 然后我是不是有教你说 那我们是不是点一下 例如说2015年 你看得到那个差异变化吗 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换成 就是把它变成直条图 然后记得这个资料的内容 资料内容什么 改成总计百分比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你看当我点2015年的时候 对 建议把这个资料标签也呈现出来 然后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好 你看 当我点2015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差不多 就是一半一半 2014年 也是一半一半 2013年 发现有一点点差异了 男生多于女生 好 就是跟整体来做比较的话 这一年蚊子比较喜欢 男生的比例 稍微高了一丁点 真的叫一丁点 只高了 例如说0.5% 好 然后2002年 是不是就刚好颠倒过来 OK 您觉得这值不值得 我们来去做研究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当我们今天发生这种现象 为什么 你知道这边要研究什么 这边可以研究好多事 为什么 2002年 蚊子喜欢钉 女生多于男生 到了2013年 换成什么 男生多于女生 对吧 我现在给你看到是一个现象 然后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题目 科学家不就在研究这些吗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希望你们听懂 因为真的 像有些生物的问题 我都会希望说 我先给你看 先给你看 对 我拿到资料 他就是呈现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不晓得你有沒有兴趣 就是假设我今天 我将来有一天 我一定要带学生 我就会说 那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当你要从那个 你可能要了解那个蚊子 蚊子为什么喜欢钉 男生还是喜欢钉女生 那之前你说要先去研究一下 说蚊子他在钉人之前 他有什么喜好 例如说体感 对不对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然后这个研究 他对于未来人类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影响 说不定有 只是不是现在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张图 这张图 这浪根本就不要去管它 就是没有标性别的 就是有 真的有 但是不多 然后重点是 这张图会不会画 首先先画群组直条图 然后那个轴是性别 轴是性别 然后接下来 值是确定病例数 然后记得把值改成什么 将值呈现为总计百分比 那你至少要点三年 哪三年 这边是不是有很高的这三年 很高的这三年 发现这边 你不要小看 这个可能代表的数值是 这边差多少 这边是 53.51跟50.18 大概有3.3个百分比 3.3个百分比乘以5400 有听懂吗 这个比例还不是个位数 我说这个结果 影响的结果 不是个位数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点差别 那个0.01 代表的数值是多少 是157 15.7 15.7 这个数字 好 这提供该门参考 反正就这三个数 这三个年比较特殊 我们都必须要点点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个是性别的比较 好 所以 其实看起来 蚊子是公平的 喜欢 喜欢贱肉就丁 无分难拥 请问接下来这个是性别 性别的分析 我想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要去做 限制别 限制别 也可以在先做那个年名别 反正我觉得都应该要做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先做 我做年名 我先做年名别好了 游标点在这个地方 好 例如说好了 假设 假设 您今天在那个 我不晓得谁会比较关心 就是说摩托车的造势 应该是警察 摩托车造势 造势 造势 那个 是几岁为主 汽车的造势 汽车的造势 汽车车或造势 大概会是几岁为主 那我们这样可能查出来 我警察嘛 我们会希望说 那个造势率是不是要下降 然后呢 我们会查出来可能摩托车 是那个大学 就是18到 应该不会查到17 因为17岁规定还不能骑摩托车嘛 那万一真的查到17岁呢 那我们可能要再细续下探 就是到那个高中就要开始宣导了 对不对 好高中到大学 我们要去宣导 这样可以理解 这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政策的 你跟社会人士去宣导摩托车 这好像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了解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年龄别 蚊子喜欢吃小朋友的血 还是老人家的血 其实应该讲说 应该讲说 那个年纪 例如说我小以上 他就会好动了 对不对 我就不相信蚊子来的时候 你咬啊 你再给你咬 再继续给你咬 可是可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他就只能给他咬 对不对 还有老人家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我们资料分析来去看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边明明别 好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我还是点这个 对了 我刚刚这边其实应该要先给你们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我点他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什么改变 他其实有改 你看当我点了他 有看到49.83 点一下他49.81 你看得出来他改吗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改成 这个群组之调图的方式 会比较好一点 你看当我点了一下他 至少这边对差不多 这个也是差不多 可是在这个地方 他真的就是有一些差别 因为差不多的你根本就不用太在意他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年龄别 好 一样用群组直调图 年龄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选年龄层 有各个年龄层 然后接下来点什么 确定病例数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确定的病例数 把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零岁 一岁 两岁 三岁 好 依此类推 所以建议是把这个排序一下 按照什么排 按照年龄层来做排序 所以优标点到他 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排序 排序 依据年龄层 然后地增 地增 好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年龄层一岁在这边 二 一岁在这边 二岁在这边 二排在二十的前面 所以其实我们到时候应该要去写 就是把这个数字 阿拉伯数字前我要补一个零 这个二前面要补一个零 好了 现在我们先不补了 因为我们至少 至少从现在这种情形 我就可以开始去做数据分析 例如说当我点到 当我点到这一个2002年 你有没有发现 2002年 他的一个登革日发生在什么 在这个 这个年龄层居多 有看到吗 40岁以上 40岁以上 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赶快跟学者来去研究 为什么了 对吧 好 再来我们看2014年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比例太高了 这就一定要去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可是你看在这个地方 他确实是 确实是就像这边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像例如说这个是7%跟7.5% 他是不是确实有高 但是只高一点点 可以听得懂这个意思 好 那 这个呢 这个呢 这边我们就不禁要去问 这个地方为什么高那么多 可以吗 好 不过整体性来去看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70岁以上是最多的 这是 这个可能会存在一个不太公平的比较 为什么 你们要去把人口数来去做校正 因为这边我们算的是年龄层 并不是算 这个 比例 发生率 可以吗 我们这边是算的是发生数 发生数跟发生率是不一样的 可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这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去分别点一下 你 有没有发现 2002年 它的特色就是在这边居多 这就值得我们来去研究 因为通常蚊子 蚊子会叮 他见肉就叮 但是小朋友跟老人家可能因为他们不动 所以被叮到 好 但是 但是在这个地方 2002年这边 这是劳动工作者的一个年龄层 为什么也容易被叮到 然后感染 登革热 那2015年 就 在这个地方看到 是这个年龄层 这个年龄层 稍微多了一点点 有看到吗 其他都是下降的 其他都是下降的 2015年 又 这边就多了 所以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关切的 2015年老人家被叮到登革热 发生率会比较高 增加了2% 好 可以吗 请你们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大概会做一些资料分析了吧 这个年龄层我们就必须要去做资料的转换了 好 在接下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出了年龄别 我们是还有限市别 限市别应该要去看一下这件事 尤其是2014年跟2015年 如果你看出来是不一样的限市 那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应该要去了解的事 好 游标移到空白的地方 限市别 限市别 限市别一样我用群组直条图 然后在这个地方 请问要用居住限市2还是居住限市 请问要用居住限市还是居住限市2 居住限市2的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可以吗 那通常啊 通常啊 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我个人建议 把那个最高的三个限市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八百 小于1000的我们就不呈现了 听得懂吗 20年只发生了1000例 因为你应该就疾病先关心它的普遍性 再关心什么特殊个案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 对不起这个值有看到吗 我还是要显示为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然后我们来去看屏东 在2.77% 那我们就把2.5%以下的全部都不呈现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筛选筛选里面 筛选里面 确定病例数的GTP 请把它改成 大于2.5%的数值是多少 0.0.025可以吗 2.5%是这个数值 Enter 好 那当然建议是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重点是我们要呈现说 这个前几名是谁 好 什么的递减排序呢 依照GT GT 然后递减 所以第一名是谁 如果以登革热发生素来去看 第一名是高雄市 高雄市 等一下我把这个 因为方便等一下我们来去观看 这个我就要先缩小了 好 这个高雄市 我把资料标签打开来 资料标签在这里 然后 请把这个文字大小稍微大一点 还有什么 资料标签 还有X轴 因为那个限制名称也很重要 好 不过因为这个图太小了 太小了 所以就算你改他也没办法很清楚的呈现 好 那你看 当我点2002年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2002年 他这个主要登革热发生的主要三个 呈现是 他的一个发生素 有看到吗 主要集中在什么 高雄 跟屏东 你要这样子讲 为什么 因为屏东大概发生的数 可是在2002年 这边从2.9% 就直接增加 增加到7.28% 这是一个直接增加5% 这算增加很多 那这个高雄就不用说了 你看从什么 从61.38%增加到91% 意思就是说 这年主要的登革热都是发生在高雄 对吧 所以 请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节 我们是不是 高雄要多拨一点钱来去做登革热防疫 希望 希望 希望有良心的政府要去听到这句话 因为你把钱拨给台北市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去 你要去给高雄市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把很多钱 我说就登革热来说 可以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014年 2014年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也是高雄 其实你随便点 每一年几乎都是高雄 那你看 这个2014年 是不是也是高雄 高雄增加很多 那2015年呢 不是 2015年 你看 台南这边是不是增加很多 请问你觉得这问题严不严重 这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当年吵了好多好多 很多新闻 很多新闻 甚至连Wiki的专属业 台南市为什么发生登革热 好多好多的报道 而且就只有那一年 就只有那一年 其他的几乎都 因为这边这个比数不多 可是这一年也蛮多 台南市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高雄市为主 好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 你看 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看到高雄所占的比例 比较低 比较低 然后屏东 这一年是不是比较多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边直接从这个程度 然后直接冒生超过平均 超过平均年 这个县市的平均年 好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一定有很大问题 一定有很大问题 好 那 当我们点选到隔一年的时候 请问 这个 这是不是代表有在做管理 有没有在做管理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所以 其实你可以回去的时候 把你的资料拿出来 去看各年 有管理 跟没有管理 没有管理 就需要拿出来做报告 就开始我们来做大数据分析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做 这个 这个只是居住县市 我多做了一件事情 跟他来做比较 我多做了筛选 我也没有做什么很特殊的东西 我只多做了一个筛选 因为我只要比主要县市的差异 你比那个高雄市啊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要比就比 浊水溪以南的这三个县市 登革热主要发生的三个县市 请问这样会做资料的 透过大数据分析 我们来去做管理了吗 应该会做了 好 这个叫做大数据分析管理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透过他的AB test 看到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要再跟你们分享 这是以发生次数 发生次数的一个考量 请问一下 发生次数跟发生率 你觉得发生率是不是应该比较重要 发生率才是我们关心的 那什么叫发生率呢 每10万人 这个登革热会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这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所以我们在这边增加一张新的一个资料表 我们叫做登革热发生率 登革热发生率 然后接下来 请问接下来我是不是在空白地方 我现在要介绍 因为我觉得一步一步带领你们去思考 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应用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用这个资料表 我用的不是矩阵 是资料表 可以吗 资料表在这边 资料表在这边 点它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我先把它开到这么大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居住县市 二居住乡镇 就是我想要去算出来 各居住乡镇 请问登革热发生率怎么算 发生数被人口数来除 对吧 对吧 我真的要回复到 请问厨法 厨法你在国小几年指教的 厨法 是国小吧 我不相信 我跟你念的 年代有差别 差别到我国小就已经念过厨法 你现在是要 请问 发生率 率是不是就是一个厨法 对吧 所以 这个率等于什么 分子 会是什么 病例数 病例数 那 请问你 分母会是什么 人口 人口数 对不对 我们假设算那个 各 各 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发生率 登革热发生率 是不是就用这个 可是通常我们会再乘一个10万 就是方便我们来去说 不然那个数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0.00几就很难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直接乘一个10万 乘10万意思就是说 每10万人里面 各有的一个发生的 比例 发生的机会是多少 可以吗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真的 你在国小的时候一定会 不然 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被打 被打出来的 所以 要不会的话 那每一天都很难过 好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要先把这个登革热 登革热 的居住县 这个居住厢镇先呈现出来 然后 记住哦 这个登革热的 发生率 发生率 既然是算发生率嘛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发生率 然后被谁来除 人口数 记得要乘以10万 为什么乘以10万 这是方便 它就变比较好看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咯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先列出来 登革热 登革热的各 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然后稍微 先把 这个表里面的字 放大一点 例如说 直 直就是这一个 这样有没有看比较清楚 16好了 然后 那这个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这个是什么 这叫资料行标题 应该可以了 反正这个不是我们太在意的 这样可以了解 等一下我就希望秀出来 移兰县县三清香的 这边要放什么 发生率 发生数 然后再来一格放什么 人口数 再来就是算发生率 好 先动手 先做 这个我用的是资料表 资料表 这一段又开始稍微比较难一点咯 可是真的在算的是国小数学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这边如果放居住县市 如果你放的是居住县市2 对不对 请问 你能不能很快的去产生出来居住县市 的人口数 不行吧 真的不行 因为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在这个区 这个人口数里面 我们没有居住县市 我们只有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的人口数 对不对 好 那 请问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这里面 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 人口数 人口数 我 可不可以直接这边 勾选 勾选什么 人口 年底人口数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 我建议各位是 我刚是不是勾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你现在是不是要产生 发生素 发生素怎么产生 发生素就是确定病例数 所以就勾选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答案 你看 可是 这个是 这个是 加总的值 这个 确定病例数 你看一下 他是 加总 看得出来吗 我的意思是说 宜兰县三星乡有一起病例 因为只有一个 好 然后宜兰县五节乡 它就是有五笔的资料 所以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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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算出来 7笔 所以有7个1加起来的结果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什么 登革热 宜兰县三星乡 登革热的确定病例数 可以吗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 这边 我刚刚是不是先勾 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然后我有特别解释 现在你不能选 居住县市2 因为 你另外一张资料表 没有县市的人口数 好 所以我们就 因为有区别 区别就是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所以我这边我就勾 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然后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 这张资料表里面 我是不是要算那个 登革热发生素 登革热发生素 不就是 确定病例数 然后把它加起来吗 那预设 预设 当我勾了 确定病例数 这边 这边 它就会变成什么 这边就变加种的结果 所以是不是 看出来像 花莲县 金城镇 这21年来 有两起的登革热 确诊病例 好 你现在只做了一件事 就勾选 确定病例数 你就可以得到跟我一样的结果了 好 请你动手做一下 这个是 登革热的发生 次数 画面就用一下 我不相信点一个按钮 需要花很久时间 真的 只勾了一个按钮 是不是这边确定病例数 就做完了 接下来 我要讲很难懂的人口数 请问一下 这个人口数 登革热里面有没有人口数 登革热里面没有人口数 对吧 可是 另外一张资料表 有人口数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说 我可不可以直接勾这个 年底人口数 有看到吗 你觉得这个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对不对 这个数字其实是对的 但是 等一下 发生率 不知道该怎么算 发生率不知道该怎么算 因为 因为 请问一下 你这张资料表里面 你这张资料表里面 有没有人口数 没有 对不对 那你会说 我到时候我就用 这个人口数 资料表里面的 年底人口数 很抱歉 你找不到 这一个值 你必须要这样做 我先把它关掉 你必须要怎么做 你不要以为说 只要打一个勾勾 你就做完 你做完之后 你下面的一个发生率 你是算不出来的 好 我现在这个登革热里面 没有人口数 所以怎么样去做出来 人口数 用滑鼠右键 这边有新增量值 跟新增资料行 我们要把人口数 补进去 补在每一笔资料的最后面 所以要用新增资料行 假设我有10万笔资料 我就要补10万次 好 所以在这边新增资料行 而且我们用的这个函数 很简单 叫做related 所以这边叫做登革热 应该叫人口数 人口数 人口数等于什么呢 R1 有看到related了吗 一定要用related 而且请注意 这个加了一个D 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过去式 你一定要先建立关联 你这边才可以用related 然后接下来 他只能选 现在这张资料表的 对应出去的那张资料表 所以你看这边 是不是只有人口数资料表 还有他底下的5个line 人口密度区别 土地面积 年底人口数 以及统计年 所以接下来我要选什么 是不是选人口 年底人口数 Tab 键 右刮符 Enter 你知道现在在做这件事 新增资料行 新增了一个人口数资料行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在最右边 是不是增加了这个人口数 这个人口数是指高雄市三明区的人口数是343243 你再拉下来一点点 高雄市古山乡是这个139,000 再往下拉一点 高雄市左营区197,000 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再勾这个人口数 记住 你现在产生这张资料表 一定都要在相同的相同的资料表里面 因为这个人口数等一下我就可以用了 重点是我能不能用 刚刚我在这边点年底人口数 是我不能用到的数字 虽然它呈现出来是对的 我现在再勾一下给你看 年底人口数 请问这两个数值 这两个数值有什么差别 什么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口数我们要用的是平均值 知道为什么要用平均值吗 因为刚刚这边这个宜兰县五节乡 它会出现7次的人口数 因为刚刚在这个地方 像高雄左营区 是不是出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如果你这个出现100次 这个人口数197,072 就会出现100次 好所以我们只能用人口数 只能用平均值 你看这个人口数的平均 年底人口数 是不是一模一样 绝对一模一样 可以吗 好 所以请你们不要用这个年底人口数 而要自己透过related 去在自己的资料表里面设计出一个新的人口数 因为这个人口数是等一下我可以取用出来的 这个人口数是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取用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口数怎么做 很简单吧 related 然后刮胡去找年底人口数 来请用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因为我要告诉你们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我们很少去看数字 我们看是发生率 你觉得发生率重要 发生率比较重要 还是发生数比较重要 绝对是发生率 可以吗 就像我说 高雄市 例如说 因为发生率可比较性 它具有可比较性 我们现在做这些东西 当下具有可比较性 例如说台北市结婚率 跟花莲市结婚率 可以比较吧 那台北市的结婚率 跟什么 跟桃园市的结婚率 是可以比较的 现在动手 画面就用一下 前面现在仔细看一下 请问我们的人口数里面 有没有宜兰县其他 没有 不会有其他的 那请问在这个地方 因为人口数 我是要放在分母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我今天我设了一个数学公式 那你知道这个没有的数值 会设为是多少 是零 零分之 例如说一 就登革热发生数是一 那请问零分之一是多少 无意义 对吧 这边来了 新竹市其他 你觉得内政部有可能做出新竹市其他区 不对 新竹市还 他应该是乡了 新竹市其他乡 会有这个人口数吗 当然不会啊 请问台东县台东市 为什么没有人口数 难道没有台东市吗 那住在台东市的人 是 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是 我们 卫福部 卫福部的台都是小血 对不对 那内政部人口数的台都是大血 可以吗 所以这边当然就对不到 好 这个 例子不在我们课程讨论范围之内了 但是 我觉得你应该要有一个功力 什么功力 把台东市的台 改成大血的台 对不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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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云林好像有一个叫做什么台 台西 台西 云林跑去哪里了 云林 你看 台西乡的台 可以吗 有没有可能第二个知识台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这个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吧 请问 居住乡镇里面要是有小血台 是不是要换成大血 你要怎么改 说不定第一个知识台 说不定第二个知识台 你要回去改 不然到时候 这几个乡 你就没有办法算到了 好了 请问 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如果说这个人口数啊 是空值的 我就把它过滤掉 就不算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筛选 人口数是哪一个 人口数的平均 然后我要找的是什么 这边要设什么 这边要设什么 大于零 可以吗 套用筛选 你这边就不会有什么其他了 这边就不会有其他 否则的话 如果这边是空值 到时候去算那个公式 会变成无限大的一个数字 好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 请把那个人口数是零的 把它给过滤掉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我现在要去算那个公式了 要去算这个公式 登革热发生率 等于瓜糊发生数 发生数是不是在这边 请问发生数 它是用加种的方式来算的 对不对 加种 应该有印象 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发生数 发生数 确定病例数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加种 加种 没有问题 加种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 是加种 请问加种 这个函数 会不会用 SUM 然后 请问你这个 人口数的平均 是不是Average 应该会用 所以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算那个发生率 所以 滑鼠右键 请问 这个发生率 是新增资料行还是新增 一个数值 只有新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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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整行 我只有新增一个 就好像 请问一下 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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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算几个值 一个值 有听懂 请问 如果说我要排全班每一个人的名次 名次 你会排新增一个值 还是新增一整行的值 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求名次的话 绝对是一整行 这边一定要听懂 你到进阶都还会搞错 千万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你只是要新增一个值 像我现在 我只要算一个发生率 发生率 它其实只有一个公式而已 所以它就只有一个值 所以它不会排在这边的最右边 好 所以接下来怎么做呢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这边真的很重要 新增量值 我只要新增一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把这个叫做什么 发生率 每10万人 这个行政区 登革日 发生率 对不对 我写长一点好了 每10万人 登革日 发生率 就这个行政区 所以怎么算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用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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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找到sum 然后把什么东西加在一起 把什么加在一起 是不是 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cap件 被谁来除 被人口数 那人口数 我这边的人口数 是不是要取平均值 针对宜兰县三清香 我是不是要取出它的平均值 那个宜兰县五节香 是不是算出来 全部加 然后要除以7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用iv 然后average 接下来是不是要用 人口数 人口数 不对 应该是登革日 的人口数 tap 键 又刮糊 然后乘 10万 请问这样子一个公式 我只是把白板上所写的 去实现 实现 你应该知道说 这边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为什么要用sum 这应该要懂 宜兰县三清香 它算一粒 宜兰县五节香 它是不是有7粒 这个7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不是 只要是宜兰县三清香 而五节香 它就全部都把它算在一起 然后把它加走 所以它是用sum 那请问你 登革日里面的人口数 我是不是用关联找出来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要用的是平均的人口数 所以average 接下来后面为什么乘10万 因为让那个数字变比较好看 Enter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勾 每10万登革日人口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 你看宜兰县东三香 东三香 它的一个每10万人发生率 它是3.75 可是它是不是小于宜兰县三清香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我们用人口来校正 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如果说 你今天只看发生数的话 你看 东三香是不是2例 三清香是不是1例 你就说 那个东三香发生数是比较高的 这也没错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比 对不对 可以吗 我现在做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每10万人登革日发生率 你再看一看 是不是就跟我白板上学所写的 其实是一样的内容 这边有没有看到 确定病例数 只是我要用加种这个函数 然后呢 登革日的人口数 是我刚用related叫进来的 我要用平均值 然后记得把它乘10万 换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没有再难了 就指到这边 下面这一件事情就是画图 画图 所以你应该会很关心说 那到底哪一个行政区啊 登革日发生率最高 如果你很怕文子的话 你就不要去那个 居住市的乡镇 那我们我先回答一下刚同学 既然已经有两位同学询问了 我就先赶快回答一下 但是也不请你们做 因为这不是重点 就是他说他希望把这个人口数 这个点00全部都拿掉 人口数有没有点5的 不可能 对不对 好 那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有小数点的 发生率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 现在如果你要做这个 这个人口数 人口数 拿掉小数位数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要先点人口数 然后 他在不是常用 他在模型里面 请把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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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整数 例如说三位一匹 然后 没有小数位数 例如说这个 改成零 那你一定会说 那本来就是零啊 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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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话 好吧 那我就先改这个 每十万人 每十万人 好 所以点他 然后 模型 模型小数 例如说千分位样式 千分位样式 然后 减少小数位数 有看到吗 就是你要点他来去做修改 刚刚这边不理我 可能我怀疑也是记忆体 我想你们知道 其实 POWERBI 或是RE 大开 大概会吃掉你一半的记忆体 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就他其实 吃记忆体吃的蛮凶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变成 没有小数位数了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你看现在又可以了 你看现在又可以了 这个格式我要改成是一般 一般 因为他刚刚是小数 请问你小数是不是至少有一位 如果你把它设为零 他就是整数了 请问你 刚刚这边是不是 我看到这边是不是小数 这样了解 所以小数是不是至少要有一位 所以我把它改成一般 是不是就变成没有了 好 这个提供给你们参考 可是我现在我要画图 请问我 我要画什么图呢 在这个地方 建议各位先排下去 这个地方有看到台南市中西区 台南市中西区 他的每10万人登革日发生率是最高的 请问有没有住在高雄市中西区的 刚好都没有 好 那有没有住在高雄市三民区的 也没有 这个是人口数最 这个是那个登革日发生率 这个发生数最多的是高雄市三民区 可是因为他的人口数34万 然后相较于台南市中西区 虽然他确定病例数没有三民区来的高 但是因为他人口数少 所以这边他就变成最高 三民区呢 三民区只能排到12345第5名 好大概知道这件事 我们通常我们通常会画画什么图呢 前几名的这个图 所以所以把这一张把这一张复制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复制 然后接下来贴上 请把它例如说搬到右边去 那这一张资料表呢 这一张资料表 我我不要确定病例数 也不要人口的人口数平均 我只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群组直条图 可以吗 而且通常通常我们了不起显示 前十大登革热发生率最高的城市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一下 前十大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登革热要就是大于2000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图 我们就筛选筛选什么 每十万人口数登革热发生率大于2000 这样是不是就清楚多了 然后您可以呈现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把资料标签设大一点 是的颜色设成黑色 那重点是这个居住乡市乡镇 乡镇 居住乡镇的这个名称也很重要 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AX轴 一样自我设为黑色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台南市中西区 第一 然后高雄市山明区 第五 可以吗 这张图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好 重点是画这张图 这张图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特殊 只有在什么地方 我要拿掉 我要拿掉这个人口数跟那个发生数 然后再来 请把筛选里面 请把它设为大于2000的我才呈现出来 那请问要不要再把这个值什么 以什么来呈现 将值用总计百分比呈现 不用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比例 可以吗 因为通常我们会去 从这边来去比各现世 各性别 各年龄别 我们是拿它来做比较 我们是拿它来做比较的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一张图 请问一下 请问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做了各行政区 各行政区 这个轴是各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 这个轴是各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 对不对 的一个登革日发生率的统计图 可是可是你应该知道说通常通常我们也会很关切一件事 各县市登革日发生率 请问刚刚我们有没有算出各县市登革日发生率 没有吧 而且请问一下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Excel这个工具 我现在先把这个筛选先拿掉 请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算了 各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的登革日发生率 我已经算出来了 没错吧 那我现在有没有算出来 各县市的登革日发生率 没有啊 对吧 那如果你在已是要里面 你已经算完了各居住乡镇二居住县市 各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的登革日发生率 然后你现在要去算各居住县市二的登革日发生率 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重算 对吧 可是你现在用的是大数据分析的工具啊 所以你只要做一个案件 你就算完了 要不要学 要 怎么做 其实我已经教过了 这边走是不是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 我们这边有没有居住县市二 直接把居住县市二搬到这个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的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一定是先是县市才是乡镇 放开 这个就是答案 有听懂吗 这个就是答案 而且它可以上下 向下探索了 因为阶层关系建立好了 这个其实就是在建立阶层 你看当你往下 当你往下探索的时候 是不是就刚刚那张图 好 向上探索 是不是就回到各县市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拿各县市来去算这件事的话 高雄市 高雄市每10万人 每10万人 其中有2万 有2万 的发生率 那一定会说 怎么会这么高 因为这是20年来 21年来累积的结果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你当可以说 那今年呢 那你就要去做一个年代别 年代别的交上分析筛选器 就只要点2019年 就马上合得 可以得到这个答案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如果说以发生率来说 高雄市 高雄市跟台南市 其实都蛮高的 一个是2万 一个是1万9 而且 当我今天向下探索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发现 哪一个县市 第一 台南 哪一个行政区 第一 台南市中西区 这21年来累积出来的发生率 是最高的 可以吗 大概有50万人里面 有50 10万人里面有5382例 所以你看只要一个案件 我就做完了 县市的统计 行政区的统计 可以吗 好 这是你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把居住县市搬过来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你就可以真的很快的去完成 这个居住县市的统计分析工作 甚至你在向下探索 就可以看到居住乡镇 的一个登革热发生率的统计 可以吗 再来最后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 因为我们会希望你了解那个登革热 如何做这个工具如何做管理 刚刚我们是不是都看那个发生数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发生率了 发生率 这个男女别 男女别的人口数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吧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知道人口数是什么人口数 2016年年底那一年的人口数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男生的人口数多少 女生人口数多少 这样 这我是希望你们理解 因为通常假设我做2016年的性别比 我们必须要把2016年年底 我们必须要把2016年年底男生的人数有多少 女生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要调查出来 如果你要去做年龄别的比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是0到1岁的人口数 算出来 对吧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只能把这张资料表复制 复制 好 大数据分析 因为这边本来是算那个发生数 我觉得这张图不对 我先把他 我先把他 不过这是年 以年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以年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我现在可不可以 以每一年来去看发生率 可以啊 有不要落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群组直条图 好 那我的 我的什么 我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我的那个年 也就是发生 发病日 发病日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呈现 发病率 每10万人登革的发病率 你会发现哦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这个跟这边差不多 可是这边是发生率 可以吗 这是发生率 这个是 这个是发生的人次数量 5388 这是每10万人里面 每10万人里面 他的发生率 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 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当我现在点 点到他的时候 高雄市 是不是比较高 然后我现在点 这个发生率 这个发生率 也是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我觉得这样子的算法 是比较好的算法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发生率的一个统计分析 而不是用发生数 发生数跟发病率 是有差别的 好 那我想登革热的分析 就大致上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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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